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简单说一下OpenDAO刚刚发布的一个新的产品 叫List with Certainty 这个中文不太好翻译 应该是说用OpenDAO给你的报价做保底 然后正式市场刮牌 那OpenDAO为什么要推出这么一个产品呢 它之前可以有30%的卖家通过它的平台来卖房 现在由于市场不好 它大幅提高了自己的佣金 导致价格比较低 因此这个比例现在在10%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100个人曾经尝试用OpenDAO 但可能事实上只有10个人真正最后用OpenDAO实现了自己的交易 那OpenDAO现在推出的这个产品就是为了补足这方面的不足 对那些现在对OpenDAO的报价不满意的客户 也可以有一个类似的服务 它具体的操作其实很简单 你如果要卖房 其实第一步就是从OpenDAO的网站拿到OpenDAO可以给你的现金的报价 作为房主 你如果对现在这种现金的报价不满意 觉得太低 或者是说你不太着急 想在市场上再进行比价 那你就可以利用OpenDAO现在推出的这个Lease with Certainty OpenDAO就会帮你找到一个它合作的房产经济 用OpenDAO给你的价格做底价 把你的房屋在正式的渠道挂牌要卖出 这个渠道就是MLS 它其实是美国的整个房地产产业这么集合的一个数据库 大家都通过它来进行房产的交易 那最后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找到更好的报价 你当然就可以通过那个新的报价来实现交易 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报价 觉得最后还是OpenDAO的报价最合适 你仍然可以在60天之内返回去 通过OpenDAO继续成交 所以在整个交易当中 相当于OpenDAO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接盘侠 你现在看我可能不好 你可以去市场上去看别人 如果最后觉得最后还是我好 你仍然可以回来 我对你的爱不变 但是有60天的期限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这个产品有什么用处呢 对客户来讲 对它就是给了一个额外的选择 那对OpenDAO有什么收益呢 除了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之外 OpenDAO通过自己的现金报价 其实参与了房产卖房这个经济的行为 因此在交易中收取的5%的佣金 就可以在OpenDAO OpenDAO合作的卖房经济 以及买房人的买房经济 这三者之间把5%进行分配 一般来讲 OpenDAO应该可以拿到1%到2%之间 因此如果这个量足够大 应该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这个产品刚刚推出 现在只有在美国的一个小城市进行实验 但初步的结果看起来不错 管理层在电话会议里面曾经讲 他们看到有大概20%到25%的客户 选择了这个服务 如果再加上10%的直接选择OpenDAO现金马上交易的 就达到了30%以上 基本上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新的这个产品不用OpenDAO出资 因此对资产没有什么巨大的影响 同时风险和利润也会更低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产品由于它比较容易 不用太多的准备就可以很容易的推到更多的市场 也可以看出虽然OpenDAO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下 但整体公司的推出新产品的速度仍然是不错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视频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